这个变态的男人是个变态 他每天都要看美女的直播入睡 可这天凌晨11点 门外却传来了敲门声 球哥以为是电视声音太吵 打扰到了隔壁老王做事 他赶紧往门洞上看去 突然 他看到门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而且姿势还和自己一模一样 甚至穿了一周的裤衩都是同款 为了确认情况 他打开门走了出去 可男人却消失了 而球哥刚回到房间 敲门声再次响起 球哥看向门洞 男人又出现了 但奇怪的是 球哥看向电视 直接来了一段尬舞 一阵灯灭后 男人突然消失 球哥意识到了不妙 接着房间里突然跳闸 等恢复后 球哥转过身 那个男人已经顺移到了房间里 球哥打量着那个男人 确认了和自己是同的东西 并且依旧模仿着自己的动作 此时 慌张的球哥更加的慌张 他想要开门逃跑 却不料 男人突然控制住了他 强大的念力还把电视整血化了 只见他手一收 球哥握紧门把 硬是把牢固的把手拽了下来 紧接着男人伸出两条手指 一左一右地控制着球哥前进 就这样一步两步迈出 球哥已然来到了男人身后 就这样 变态的球哥被自己送走了 这里是夜球 我们下个故事见